《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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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最後一天 在上海的郵輪上拍攝的一個場景 那個場景讓我覺得有一種很魔幻的感覺 好像很不真實 好像到了一個境界是 就是你做夢都夢不到 看到黃埔灘上面的那些外灘的那個燈光 然後那個燈光有打出我們的照片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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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爵士乐队 奏以前上海的老歌 然后我们在那边穿着旗袍 在那边跳舞 这么样的不真实 这么样的美好 我真的是很感恩 很感激 偶像来了带给我这一切 让我认识这么多 这么好的朋友 让我交到这么些朋友 我还要再说一次 我很珍惜 我真的很珍惜 这个是我一生中 永远会记住的一个 美好的记忆 忘不了 我们的偶像 由函树聚补水 七肤聚补水 独家冠名播出 徐克说 她的美可以延伸 琼瑶赞她的美 事无其二 张书平说 林青霞到老 也会很美 荧幕中的林青霞 在百部作品的光影中穿梭 惊艳了人们二十余年 生活中的林青霞 把岁月都凝成深厚的光束 美过了一个甲子 作为华语影坛 富有传奇色彩的明星 她的美 赐符号和情节 潜入人心 唤起人们 对一个年代的向往 真人秀呢 就直接地 就是把你 这样子 呈现出来 人家看到 就是真正的你自己 喜欢你 不喜欢你 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看到 拍电影呢 是 投入一个角色 当然是投入 另外一个角色 你躲在角色的后面 去喜怒哀乐 你都借着 由这个角色 抒发出来 我是54年2月28 林青霞是54年11月3号 火腿还大了 那时候为了看那窗外 那时候 很费劲啊 很费劲啊 都是找那台湾的朋友 拿那磁带 也拿那录像带去看吧 您说周雅安 不容易被人了解 也不容易了解别人 这句话对任何人来说 都可以行得通 您说我身体不太好 也不太坏 还有说我老运好 会响儿女福 这些话都太事故了 您说对不对 谢谢啊 记不记得 这个转角座 是我们第一次被这个窗外的心态发现的地方 对对对对 我记得啊 当然记得 要么是这个角落啊 我还拍不成戏呢 对啊 因为这里我才拍到第一部戏窗外 这边是原来的 所谓所谓的戏门丁 那以前我们在念书时代的时候 这边的是最繁荣的 下课以后我们俩走在街上 从那边这样一路走过来 然后呢 刚好有一个男的经过我们的时候 就把我手上的一桌书 全部就这样子 我记得就撒在这个地上 那那个男的那个心态就说 哎 我觉得你可以拍电影 然后回头看一下 清夏说 哎 你也可以拍电影 那我们的时候 因为还很年轻 才只有十几岁 所以我们觉得 他是骗人的 不敢答应 没想到那一部戏 就是送送送送 导演导的窗外 《方百庄》是他就是第一次 得影后奖的一个作品 所以就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当时为了得到这个角色 他自己苦练游泳嘛 河里有炮艇 我从五百马之外游过去 日本人不会注意的 上了岸 我就往仓库里跑 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重谣电影的很流行 那《中谣电影》流行的开始 是由林青霞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演员 把这个类型电影带到观众的一个生活里面去 所以林青霞这个名字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一个符号 不要再跟我捉迷藏了 你简直在虐待我 你是什么意思 只有傻瓜才不知道我的意思 在从影最初的七年里 林青霞完成了55部电影 从美国进修回来后 台湾影坛风云变化 文艺片不再流行 在一段长达三年的过渡期里 他遇上香港导演徐克 并频频合作 1980年的时候 要拍一部电影叫《树山间霞传》 那时候我就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青霞合作 后来就申请 就是说跟他谈一下吧 有没有兴趣 这个开始也是开始了 我跟他合作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开始 你要记得 我知道你有事在生 我怕你了 是吗 我留下三招 等你回来再打 有胆地等 我就有胆地回来 好 我们记斩为约 但是就说可能为了去看他的顾像 会长个两三天的早餐前 我们可以饿着肚子 那种感觉会非常觉得值得 1984年林青霞移居香港 他的演艺中心也转移到香港影坛 这段时期 饰演了许多不同风格的角色 展现了多样化的演技 在出演了警察故事 《惊艳星光灿烂》等一系列影片之后 他接下了由好友三毛一作改编的电影 《滚滚红尘》中女作家沈绍华的角色 并获得第2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下午开始拍 一直拍到下午 夜里边一两点钟 大家非常敬业 一直在现场 从来不离开 而且非常投入 吃饭也和大家一样 是工作山盒饭 她是化妆的时间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是这样分的 就是化妆是一个小时 做投行是一个小时 一点都不满 她起得非常早 一般都是四五点钟就起来 就化妆了 非常认真 非常细致 十八年的演艺生涯 我经过了无数的心路历程 我让我深深体会到 只要你执着理想 不断努力地去追求 成功终究是属于你的 1992年 林青霞与徐克再度合作 出演华语武侠篇的巅峰之作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反串难学 时而妩媚 时而阳刚 风情万种又霸气十足 林青霞成就了无数人心中 永远的东方不败 列春香薰四品皆全 好酒 我在拍淑珊的时候 曾经在造型的时候 看到林青霞有意刹那的 一个很特别的神采 我就觉得他很像一个 莫测高深的武林高手 可是这武林高手还不是一个 我们小说里面 常见的武林高手 他必须要带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后来想起说觉得他就是金融小说里面的东方不败 告诉我 你试试试 经典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是那个年代最卖座的武侠片 引领了武侠刀剑片的潮流 林青霞也开启了自己武侠时代 迎来了演艺生涯的又一个巅峰 觉得他很认真 林青霞他自己本身也演的美部戏 就这一幅是要他命运的 他的表演的方式 他有些不满意 有些他不断地去想做好点 变成我们有时也劝他说 你就可以了 不要过度地就要求自己 在这块来讲 我觉得是演员的优点 武侠片的大热将林青霞再次推向巅峰 而就在自己的表演艺术渐入佳境时候 林青霞突然彻底告别水银灯下的生活 与香港商人行李员在美国大婚 如同轻衣一甩水袖 将一地繁华促井丢在身后 当他要推秀的时候 他就决定就不演出了 认为他还是对他自己跟人生 跟事业来讲是 很重视他自己的想法 而且这个想法也是很值得尊重 我觉得他在人生里面 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 可是人很难完美 所以他一直来都是不断地思考 不断去说修行 他不是做修行的事情 我认为林青霞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感谢我们的偶像合作伙伴 玫瑰失秘植物蛋白态护肤领导品牌 在扮演过人生百相之后 林青霞说最难演的角色是自己 但幸运的是 已经心海浮沉 他依然能找到一种 谁也没意料到的方式 将最真的自己 最好的保留了下来 当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只是讲述自己故事的作家 林青霞 第一部作品窗里窗外 可以说是一种 一个回忆的散文 老实说我那时候看书也看得不多 那只能把自己以前的 比较戏剧性的人生 把它很真实地呈现出来 写第二本的书的时候 我是比较有接触一些文化人 看了一些书 所以呢 我比较会把以前的事情 跟现代事情结合在一起 就是不是完全是回忆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之前眼里只见到 近处那巨大的枯枝 和杂乱的公路 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所以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现在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了 我经常跟朋友说我多厉害啊 我这辈子啊 马家辉最大的成奏 就是勾引了林青霞 写作啊 不是勾引他别的 据他说啊 曾经有一阵子 他在哪里写作 知道吗叫他厕所写作 有个桌子 椅子就这样写 青霞传来第一篇文章 就凌晨三点多嘛 那我刚开始接了还很高兴嘛 林青霞半夜三点多 吵醒我我多荣幸啊 对不对 后来到了五篇六篇 七篇八篇之后 我就提出要求了 我说青霞我继续看没有问题 可是能不能是下午三点多传给我 不要半夜三点多传给我 他就笑 他说好啊好啊 我们今天说林青霞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巨星明星 除了说他漂亮还有演技以外 还有一股别人很难去比的气质 那个可能是先天的部分 也有后天的那种家教这么栽培的 你看一出手就写了流畅很顺的文章 后来越来越好 以前呢老实讲我是最怕以林青霞这个本人这个身份这样出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总是觉得要做到最好 要表现得完美 要表现得完美 但实际上要完美是根本是不容易的 那我现在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想反而我觉得能够把我自己这样子呈现出来 我倒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这样就好了 你去偶像来了人家就知道你就可以看到你平常那个幽默的一面 因为很少有人看到我真实的我自己的情绪啊 因为摄影机对着你十几二十小时对着你你自己的性格跑不掉的嘛 你是是怎么样对朋友的交往谈吐啊或者对游戏的反应啊都可以马上就可以很直接的看到 老实讲这次是我一生中接地气接的最多的一次 一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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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游戏是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么多游戏 好像补偿了我小时候没有完成的事情 姐姐你不需要两个 看你呢 还怪 快 太好 给我黄的 黄的 给我 哈 給我 謝謝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贏了贏了 我是贏不過她的 因為她是飄移得很快 而且她是力量型的那種 她扔沙包認為是最認真 最賣力的 然後不管做什麼遊戲 她都是很投入 她是獲真駕駛的遊戲王 覺得有的時候 青霞姐就像小孩子 就會覺得她像小朋友一樣 非常活躍 我覺得我真的做到野孩子這一部分 老實講 在我的生活環境 我個性我的性格 我是天生是比較害羞的性格 所以我小時候呢 都沒有去玩這些遊戲 都沒有這樣跟大家一起生活過 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多愁善感 老覺得自己年紀很大 也很少出來都是 都比較 現在人家講的宅女啊 就是待在家裡很少出去玩的 那反而現在人生到了這個階段呢 好像應該什麼都嘗試一下 來 3 2 1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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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怎麼這麼大 怎麼看 沒有什麼眼神 回來了 冬子回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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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放松不败的长印 放松 放松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而且她是一个 我以为她见惯大世面 就是她反而是节目里面 最大惊小怪的一个人 哇 长江千亿 哇 篝火 好像火凤凰 哇 大闸蟹 然后到哪都是大喊大叫 就是灵青夏 希望无尽的月夜 随你去流浪 所有的日子将你养晴朗 那个萤火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场景 这个实在是让人太快乐了 那个火就像 真的是就像火凤凰 火凤凰 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强烈 我就爆发着 我好开心 我好开心 我就大叫 哎呀 好高兴啊 好高兴啊 哇 轻霞姐 她的简单 她很帅真 然后爽朗 然后又有时候非常潇洒 其实她让我们 放下了很多心中的芥蒂 就有一种反普归真的感觉吧 哇 好棒哦 这个不长大 哎呦 大家县啊 我的天啊 她让我们感受到 是她先打开自己 毫无保留地 跟我们去接触 感受到她最质朴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她像是一种精神的引领 剩的那个八宝把点都给我 太松心的 好 喝茶 清霞姐是众人的偶像 她能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去帮助我 就去告诉大家 她很喜欢我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我觉得清霞姐越来越调皮 而且也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 在这个整个的我们的旅行当中 和大家一起互动 而且她越来越去 观察别人的感受 和给别人她的感受 走那个舞台 这个表演时装 这个也是我一生中 正式的在舞台上 这样子走服装秀 然后手冰凉 然后一直跟我说完蛋了 完蛋了 说居然是个真的凶 我紧张死了 从来没有做这种事情 好后悔 我不应该答应的 我现在不想走出去 你知道一个 一个时代被吓到了 多可爱 那个很真实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还没有上台 清霞姐 一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 在这种时候 多多鼓励她 让她不要紧张 然后后来到我之前了 我开始慢慢的怕 因为我想 反正是 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反正是 我也没什么回头 我就 就 就走吧 我也怕也没用 我就上战场 我跟妳讲 我走秀走不好 我没走好 我非常地遗憾 我以为我走好了 我以为我走好 原来我脸那个很凶 我脸很凶 我女儿说 你走秀那个神情 好像你骂我以后 那个神情 对啊 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 对不对 就是展现你 我也不是说 我就 林青霞就做什么 都就是都很轻松 也有紧张的时候 也有做得好 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嘛 唱黄梅调 我也从来没唱过 做黄梅调的声段 我们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 一天学一个下午 就要上台去唱 而且她跟我穿 那么高的那个靴子 心想我站都站不起来 我怎么去走 我怎么去做 结果也能走了 也能做了 所以我 我后来 学了一个下午了 默道戏场真梦幻 无非省事大文章 这句好 默道戏场真梦幻 无非省事大文章 好棒哦 这个字 我喜欢这些字 这个戏场 我很喜欢旧的东西 看到细如人生 我是感受很大 我就想 真的是细如人生 我们到了那个环境 就好像很梦幻 像很魔幻的样子 这个是野台子 这是我们小时候 最小的时候 在乡下的时候 那种野台子 当然她那个野台子 是很精致 很漂亮 是很好的舞台 很大的感触 姐姐就是一个 有长者样子 有前辈样子的姐姐 她能够做到 对所有人都喜爱 一个人的这种高贵的人品 一下就尽献无疑 千夏姐姐就是这样的 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 尊敬的前辈 我觉得七小姐是表演得很好 因为她很大定 而且那些照手啊 嘴巴啊 她的那种感觉啊 都是非常之拉临的很好 啊 好新鲜啊 人人靠我盼了范范范 又安来沙范照啊 啊 照产卷嘛 也是因为 在舞台上的那个表现 她对自己有一个 特别高的要求 所以下来之后 其实她自己是非常的担心 她觉得演得好不好 让我特别感受到 当一个人认真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总是能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觉得偶像来了 也让我看到一个 特别立体的林青霞 立体又可爱 所以开始是因为崇拜她 去疼她 爱她 照顾她 但是到后来是真的是爱她 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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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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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才好 好 这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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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陪我 演完了之后 我真的舍不得卸妆 我舍不得下台 舍不得卸妆 我心想这样就完了 好像还没有人生 就是这一段戏 就这样子结束了 好像很舍不得的样子 所以她那个戏无人生 还有那两行字 我也觉得很棒 觉得人生真的就是 像梦 像戏一样 你先站远一点 对 然后回来关 对 拍一下她的手 再握紧一点再拍一下 差不多 她的今天的表演很明显 就是有增加这些深度 我真的要走了 我们真正在感受的就是 她过了二十多年 她对这个角色那种 我觉得今天当然是超过 电影里面的一个情况 红温爱恋桃花园 其实这个舞台剧呢 是我一生唯一的一部舞台剧 能够有机会赞演 我觉得非常地开心 也非常地感激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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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来我在那个 握了很久了 对不对 够久了 也受到导演的认可 我也觉得我这个开心的情绪 我一定要叫出来 旁边人也吓到了 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好高兴 好高兴哦 因为青霞姐的出现 我们这个节目变得很温情 变得很有礼貌 变得很有礼让 变得有慈悲之心 有羞恶之心 有是非之心 有慈让之心 变得很善人 因为她的出现 我知道是谁 现在我要一个唇印 我要成唇印 不光不坏 哇 哇 有啊 谢谢 哇 再辛苦 但是我们都有了名 有了利益 呃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 应该感恩 我们也有收到这个 谢谢她 谢谢她 来 霞姐 霞姐端 哇 谢谢姐姐 谢谢 谢谢 你们慢慢吃啊 辛霞姐首先是一个 很温暖的姐姐 她很关心我们 我记得我们在那儿做月饼的时候 辛霞姐不仅做好了月饼 而且呢 在做月饼之前 她让我们每个人去洗手 然后她又从那儿 舀水上来 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去洗手 她给我们洗手 那个是很像一个温暖的姐姐 来 小姐 来 你们来洗手 好啦 谢谢 她会挨个给我们每个人擦汗 很细致 很温暖 我跟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12个人都是好人 都慈悲 都善良 我都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 也想他们成为我的朋友 如果他们来香港的话 我都要好好的招待他们 都要好好的宠他们 令他们开心 所有的什么事情 你有同理心 你为每一个人着想 而且你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想什么 三个主持人都很了不起 谢谢 了不起 三位都是湖南之宝 哪里 辛霞姐就让我们觉得 还是如沐春风 我挺佩服她的 而且她很可爱 做一个快乐的野孩子 澳游在天地间 教主一直好好的 然后随时呼叫小花 小花都会到 她是一个很美的人 美不是外表美 里面很美 我永远爱她的 希望我们可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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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跟辛霞姐 再欢乐地相聚在一起 爱你 姐姐 谢谢你对我的宠爱 爱你 姐姐 辛霞姐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 她的这种爱是很自然地体现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中 辛霞姐这人挺随和的 就真的跟自己的一个大姐姐样的 很会照顾身边的人 就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 从窗里窗外到云去云来 我们期待你的新书 风云降土 风云再起 爱人全永远追随您 看窗里窗外 云去云来 你永远是我们的最爱 辛霞姐 我是来自韩国的艾莉 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关于您的作品 做一个快乐的野孩子 我们都是野孩子 加油 野孩子 加油 辛霞姐 加油 我们爱你哦 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偶像 现在继续 我们的偶像由韩树去补水 肌肤去补水 独家冠名播出 整个偶像来的制作团队 我是抱着非常的感恩 感激 我觉得他们实在太辛苦了 我常常感觉我要跟他们鞠躬 我实在是很佩服他们 对于工作那种认真 热忱 因为他们永远在那边stand by的 永远我们出来 他们就全部就是很认真的 该做什么都做什么 这是我看到他们的工作精神 我非常的顺客 我不是一块石头 也不是一滴眼泪 我只是一只小鸟 和一只小鸟 再生着假的方向 我不是一滴傻子 也不是一声情谈 我只是一个孩子 我一直往后走这一块的一个正面 我就是这么快想 就是透过这个国家来 拍摄期间请在这声音小一点 9点33开机 就像这样的感觉 在不满里人的道理 在这种狂奔 听着一颗永不孤寂 勇敢的心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卸下光鲜亮丽的浓妆 让最真实的模样绽放 托下烛光爆气的衣裳 也能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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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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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